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脱离了原始的生活状态 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份子 不过在融入现代生活的同时 也给原住民社区和文化发展带来引游 亚比一家购物商场正举行着一场手工一品展卖会 卖的都是当地原住民亲手制作的东西 他们花两三个月在家把这些东西制作好 有的还收集了其他族人的作品 然后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带到亚比市中心展卖 Marjoy和Junia就是其中一对参展夫妇 他们是龙骨斯族人 一般都是住在用树干和竹子建成的常屋里 他们的生活在十年前起了很大的变化 2005年 一组韩国和德国游客去他们的村庄参观常屋 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从那之后 就陆陆续续有旅行团被带到村里 游客对村里的妇女制作的猪链大感兴趣 还出钱购买 妻子Junia回忆 游客的购买量越来越大 原先她每天是花不到一个小时做猪链 现在要花上四个小时 后来政府积极发展原住民手工艺品 在当地开班授课 组织妇女学习新的制作技能和售卖技巧 Junia的手艺也大有长进 从原先做单一花色 到现在能够看着图片做出卡通造型 她也从一个不出村子的妇女 成为能够从容面对各国游客的手工艺商人 每月赚到的钱还够贴补家中的水电费 丈夫Marjoy也发现了妻子这些年的变化 说她以前想法简单 现在有了经济头脑 家里多了一个经济来源 孩子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 他们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让孩子在城市里稳稳扎根 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对夫妻为了孩子 依然走出家园 面对五花八丸的都市 有些原住民的孩子 也因此跟着爸爸妈妈 来到了花花绿绿的大都市 从此定居上学和工作 他们多数人念完书毕业之后 就顺理成章地继续留在了都市里打工赚钱 29岁的Hedros是杜顺人 他所属的族群占沙巴人口的百分之十八 主要从事打猎和水稻种植的行业 多数住在靠近沿海城市的乡野 不过Hedros小的时候就举家搬到了亚币市 让他在城市接受基本的教育 中学毕业之后他开始工作 并且在两年前到距离亚币40分钟水路的 一间岛上度假村当导游 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 这份工作拓展了Hedros的视野 也为他带来每月至少一千块钱令吉的固定收入 除了Hedros 这个岛上的两间度假村雇佣的三百多名员工当中 大多数是原住民 他们优势明显 首先非常了解自然环境 可以更生动地介绍植物 以及在客人遇到一些动物的攻击时 知道如何自我保护 游客也对他们的个人经历感兴趣 这些对度假村来说是一大资源 而度假村要做的就是训练他们 更符合现代化服务的标准 当然我们必须语练英语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庭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语练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会训练他们在医院的技术 所以是如何服务咖啡 如何服务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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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个星期的方式 这一产业出现了停滞的现象 而更多人离开聚居地 也可能造成文化断层 沙巴有32个族群 是民族文化最多元的地区之一 长久以来都有原住民 带着具有本族文化的手工艺品感示集 进行物物交换的穿透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这种原始的商业行为 也慢慢形成了体系 猪炼 藤制品 一度成为游客必买的纪念品 不过近几年 当地市场上出现了 大量类似的中国外销小商品 对比之下 原住民的产品 在价格上失去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 原住民不断重复制作相同的产品 没有为市场注入新鲜元素 所以难以吸引游客 它不能够保留在卖产品 卖物质意义上的物件的阶段 它必须进入感性联系 意义联系的那个阶段 也就是说它要注入 跟原住民 它跟整个原生地 有联系的故事 学者认为 为商品注入文化元素 只是一个解决办法 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原住民文化本身 在不断流失 越来越多原住民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来到城市 或是因为聚居地被开发 而被迫迁移 最终主动或被动地 成为了经济移民 当他们来到城市 经历一族通婚之后 就很难再传承 原种族的文化 再过几年之后 这个种族的文化 可能就面临消失 学者认为 要阻止文化流失 同时提高原住民的生活 就应该把文化创意产业 带回到当地部落 假如我们能够深度耕耘 这一块延伸的社区 把它的文化能够与时俱进的话 那它变成说很多东西 新的东西不断产生 很多的游客会不断地再回来 他们就有经济理由 没有经济理由 再离开他的家乡 本族文化犹如万水之源 让勇敢智慧的原住民 从中吸取养分 并且向外伸张 但是如果没有回馈 源头也有枯竭的一天 Marjoy,Junia,还有Hendris 都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不过世界再大 欣系他们的 还是世代生长的地方 原住民文化要怎样保留呢 或许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例子 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灵感 日本虽然是先进的国家 但在保留历史文物和遗产方面 一直做得很用心 当地有一种很古老 很怀旧的房子 称为是丁家 走在这些街道上 就好像是回到了江户时代 别看这些丁家保存完美 其实他们也曾经 差点遭到遗弃 尽好有一群人 他们用心维护 才让这样的百年建筑 继续发光 位于日本最大淡水湖 琵琶湖东部的滋贺县 有一座城市 叫做晋江八帆 这是一座商业城市 却依旧有着浓浓的历史味道 因为这里仍旧保留着许多丁家 这些丁家大多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在17世纪丁家文化最繁盛的时代 这些建筑都是作为店铺兼住宅的单位 丁家的其中一个特征 就是这些木条格子做成的窗口 既通风又从外面 看不见屋子里面 保有隐私 房子内部有许多结构 能够巧妙地作为收藏空间 让整个房子看起来很宽敞 由于出生的人口减少了 人口又多数集中在大城市等等原因 越来越少人住在丁家 也使得丁家慢慢走向没落 变成气质的房子 非常可惜 为了复兴丁家 晋江八帆市的一群年轻人 在政府的协助之下 组成一家公司 为闲置的丁家主人寻找住户 也为有意思要体验丁家住宿的人 寻找适合的丁家 而他们的办公室 就在一家有150年历史的丁家 计划的负责人说 丁家让人感觉舒适安宁 就是这类具有历史的建筑 能够让漂泊的心停靠进驻 这家咖啡店的前身 原本是作为私塾的丁家 咖啡店老板原本在东京生活 在三年前搬到这里来 咖啡店老板说 丁家的木质结构 为整个环境带来温暖 客人都觉得这里很宁静舒适 这个丁家则变成了艺术中心 为丁家染上现代的色彩 有人认为上了年纪的人 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怀旧 而年轻人则觉得这里很时尚 丁家无意间创造了新的价值 不同时代的人 在同样的空间里交错 残留的历史韵味 为现代增添了些许岁月的味道 传统的丁家也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以后如果有机会到日本 不妨到这些丁家去走一走 在步履匆匆的日本街道 享受一丝丝的安逸和闲情 那稍后回来我们要去关心 因为一头狮子而引发的血汗 一名美国牙医在非洲打死了一头狮子 却引发国际的讨伐和关注 究竟这头狮子有什么身份和来历呢 待会儿来告诉你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7月初的时候 美国一名牙医在非洲的金巴布韦 冷血杀死了明星狮子 斩首包皮 残忍的行径引起了全球公愤 据报道 金巴布韦当局将寻求美国当局的协助 要把猎杀狮子的牙医引渡审批 同时带领牙医进入保护园区的导游 则被以没有禁止非法猎杀的罪名控上法庭 被美国牙医巴默猎杀的 就是这头13岁的狮子塞希尔 它可是金巴布韦国家公园的明星动物 许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就为一堵它的风姿 然而7月初 塞希尔惨遭杀害 在塞希尔头颅上的定位器被破坏后 研究人员赶紧找寻它的踪影 才发现这只狮子的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 塞希尔的死引起公愤 是因为巴默以5万美元收买两名导游 他先是用弓箭射杀塞希尔 但弓箭没有致命 塞希尔负伤挣扎40小时后 头颅被砍下 皮被剥开 明星狮子残忍被杀 金巴布韦的市民和保护人士震怒 55岁的牙医巴默事后向媒体承认 自己是图尸者 但强调自己的打猎完全合法 而且并不知道自己猎杀的是 非洲最具盛名的明星狮子 然而巴默的信誓旦旦 难以阻拦人们到巴默职业的 牙科诊所门前示威 诊所门前放满了抗议人士 留下的野生动物造型的玩具 不止如此 他的诊所的社交网站和个人推特 也被网民的讨伐谩骂而盼唤 事实上巴默并不是初犯 2008年他在美国非法杀死一头黑熊 被罚款3000元 五岁学习打猎的他 过去50年来包括北极熊 非洲狮在内的43种动物 都曾死在他的长枪或弓箭下 在巴默被炮轰声淹没之际 有动物学家指出 合法狩猎是金巴不韦 保护动物的一种形式 因为合法狩猎的收入 是野生动物保护基金的重要来源 这番言论某个程度上 为巴默减轻了罪行 也暴露了非洲国家 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发展经济的手段 金巴不韦的雄狮遭捕杀 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一致讨伐残害野生动物的行为 不过对金巴不韦这个贫困的国家来说 狩猎行业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如果捕猎活动是合法的 政府很难说不 金巴不韦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但它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在这个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 很多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国家 政府根本拿不出什么钱 来保护野生动物 于是把狩猎活动合法化 通过发放许可证 向前来打猎的人收取高额费用来解决问题 单单是狩猎活动的税收 金巴不韦一年就有4000万到6500万美元进涨 这也就成了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 尽管合法狩猎的说法一直受到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质疑 不过它的拥护者认为 政府可以把从狩猎者那里征收的高额费用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 只要合理规定狩猎的动物时间和地点就能够实现良性循环 然而令人担忧的一点是金巴不韦野生非洲狮的数量在800到2000头之间 可是当局每年发放给狩猎者的配额在50头左右 动物保护组织认为这个比例相对过高 狮子遭猎杀在引发各大媒体讨论的同时 也让金巴不韦人感到困惑 为什么金巴不韦面对严重的缺水缺电和湿液问题 然而这些都还不如一头狮子那样受到关注 难道狮子比人还重要 当地媒体说很多民众根本不知道有塞希尔这么一头狮子 并希望国际社会在关注狮子的同时 更加关切金巴不韦的政治人权和多年来陷入恶性通胀 濒临崩溃的经济 接下来我们来换个话题来谈谈教育 大家总爱拿东方和西方的教育来做比较和讨论 最近英国BBC播出了纪录片 名字叫做《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 讲述五名来自中国的教师 按照纯中国式的教学方式到英国教导当地的学生 学习数学 科学 体育等课程 一个月后 这些学生将和由英国教师授课的学生一起考试 一决高下 三集纪录片播出两集就已经引起热议 参与中式教育的是英格兰汉普郡一家中学 校长在课室内视察学习情况 接着另一名中国老师负责教导学生英语文法 中国老师教文法 这让说着满口英国腔的学生更显得不耐烦 这实验性课程的一个月来 上足12小时课的学生疲惫不已 面对不守纪律的学生 中国老师也显得沮丧 牵强地把中国教学方法硬生生地套用在英国教育模式上 也难怪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中国的教育强调纪律 而西方的课堂则是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有什么特点 还有他们对孩子的影响 纪律是中国课堂上最重要的元素 每次上课前 老师首先要保证秩序才能开始上课 而且一个班至少有40个学生 相比之下 西方的课堂更加自由 一个班最多不会超过30个人 小班授课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交流 孩子们甚至可以起地而坐 老师在前面讲 学生闷头抄笔记 这可能是中式教育最常见的课堂模式 而西方的课堂更像是一个讨论会 老师鼓励学生积极思考 回答问题 说出自己的想法 即使错了 也不会受到批评 有评论就指 中国的填鸭式教育 无疑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和思维发展 但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更有趣的是 一些西方教育学者认为 饱受诟病的填鸭式教学法 或许正是他们要寻找的数学教学利器 家庭教育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门学问 中国的许多家长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因此为孩子定下严苛的要求 采用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 和恨铁不成钢的教育态度 不过家长的重点在于 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 往往忽略了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 和社会适应能力 西方的家长也希望孩子成绩优异 但会给予孩子更多的信任和空间 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 而不是监督孩子做功课 把中国式的教学方法 直接照搬到英国的课堂 师生间的矛盾冲突 尽显了中西文化价值差异 和对教育问题的不同理解 这在中英两国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英国政府发现在国际竞赛当中 英国学生总是成绩平平 而中国学生却名列前茅 于是希望借鉴中国式的教学法 就这样五名能说流利英语 经过重重挑选出来的中国老师 来到英国汉浦郡这所中学 不但传授课业知识 并且把严格遵守纪律 做早操和打扫教室卫生 等等典型的中国做法 也都照搬到了这里 结果在为期一个月的教学当中 一些英国学生没有办法适应 中国式的高强度教学 而中国老师有时也对 英国学生的举动抓狂 中国老师批评他们态度散漫 而且慵懒无心向学 有些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聊天吃东西甚至化妆 中国老师认为 是英国慷慨的福利制度 导致学生缺乏上进心和推动力 当然中国式的教学方法 也受到了不少批评 被指过于僵化呆白 严肃 缺乏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使得学生没有个性 只会抄笔记和重复记忆 不过舆论普遍认为 每一种教学模式 都有它的根源和土壤 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在于 相互借鉴 优势互补 而不是直接照搬 除了学校 社会也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重要课堂 我们能够从不同人的身上 学习到优秀的品质 稍后回来 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中国两名残障人士 凭着坚强的意志 种植了上万棵树 绿化环境 为环保尽一分离 欢迎锁定世界一周 保护环境和绿化 是许多国家致力推动的 在中国河北省 两名男子也投入了环保的行列 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 创造了绿色奇迹 十三年来种植了上万棵树 让贫瘠的土地变成绿洲 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环境 和空气素质 这两名环保工臣 一人失去双眼 另一人没有手臂 他们要怎样种树呢 眼盲的甲海霞 拉着甲文旗空荡荡的衣袖 两人开始了一天的粗活 他们的工作是种植树木 一个双眼失明 一个缺了双手的两个人 要如何种树 我没有眼 但是我靠着茫症 我一步一步的可以找回家 可以走它几十里路 就是摸着走 但是参见的要是 你要是 你把眼合上眼 你别说你走几十里 几里地了 你走上一百米试试 你就那个甲文旗没有手 你就把那个双手 你插在这口袋里 你干啥干小时 你干活你干啥 一两个小时你一试试 就是要说 我们这个双手 也要承认没有那个耐力 甲文旗和甲海霞互补长短 做各自的眼睛和手臂 来进行植树工作 甲文旗用肩颈 从小河挑水灌溉泥土 甲海霞爬树 在甲文旗的指示之下 修剪树枝 甲海霞因为工作意外 失去视力 甲文旗三岁时 意外触电被截肢 这对童年玩伴 2002年因为残疾 无法找到工作 决定承包植树工程 让村子免受洪灾肆虐 然而第一年就遇上干旱 让他们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 尽管难过沮丧 但甲文旗一次在电视上 看到环保宣导片 了解种树可提高空气素质之后 再次振作起来 开心地做着他认为 很有意义的工作 十三年如一日 他们坚持不懈地种树 浇水 如今七英亩的土地 生长着一万两千棵大树 每一棵都枝繁叶茂 从前荒芜贫瘠的土地 如今一片绿洲 我们就是说希望 咱们所有的人 都加入到这个 全人类吧 都加入到这个指数的行列当中 为咱们的全球 多增加一片绿色 说真的 虽然我们生子是残忍 假设我们心不残 说真的 也就是我们命比天 命比植播 心比天高 我们这是一种妄想 也是一个梦想 梦想就是把这个绿色 留给我们下一代 就是这是我们的愿望 从最初想种树挣钱 到最后把植树 视为一生的职业 贾海霞和贾文奇栽种树木 更灌溉了自己心中 那颗发芽的良善种子 誓言接下来的岁月 也要用身体力行 为环保奋斗 这两个人的心 真的是和天一样高 令人心生敬佩 而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看 是澳大利亚的五尾熊 维多利亚政府说 当地的野生五尾熊 数量太多 因为不少五尾熊 找不到食物 结果活活饿死 兽医正在检查 这只五尾熊的健康状况 特别是牙齿 因为这只五尾熊 是野生的 牙齿的好坏 决定了它在野外的生存能力 根据维多利亚州政府的统计 当地的野生五尾熊 数量太多 大大超越了当地自然环境 所能负荷的情况 以简单的数字来算 每一棵胺树 有四只五尾熊在抢夺 公园管理员说 许多五尾熊因为 找不到吃的 结果活活饿死 最近当局把13只 营养物粮的五尾熊安乐死 并且为雌性五尾熊 进行绝育手术 为了确保五尾熊的数量 不会危害当地自然环境 当局会事先确定 这些五尾熊是健康的 然后才会放归到野外 测试当地的生态系统 是不是足以应付 五尾熊的需求 如果五尾熊的健康状况不好 收医就会为他们进行安乐死 尽管澳洲人和游客 都很喜欢五尾熊 但是当生态难以维持的时候 当局只能忍痛 做出这样的决定 当局还会继续密切追踪 维多利亚州区内的 五尾熊数量 如果发现绝育手术 还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么这些五尾熊 可能被迁移到其他的地区 食物是生存的基本条件 但是对于意大利人来说 食物可不单单只是 为了果腹这么简单 它还包含了 另一层的意义和作用 充满意大利风情的音乐 空气中交错着美食的诱惑 晚餐准备好了 朋友们也陆续到了 这样的用餐环境和气氛 看起来就像是朋友或亲戚家用餐一样 而这正是主厨的目的 这里是主厨阿若尼夫妇的家 这里同时也是他们经营的餐馆 而前来用餐的客人 他们之间可能还是第一次见面 阿若尼说 米兰需要这样的社交餐馆 通过食物拉紧人们的关系 在意大利的文化里 食物不单是为了饱腹 更是一种享受 他们希望这样的家庭式餐馆 能够带给这些新朋友 像家一样温馨舒适的用餐体验 为了做出高品质的美味佳肴 夫妇俩还特意聘请了一位专业厨师 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结交新朋友 这位来自芬兰的游客也说 一边品尝意大利美食 一边结交来自不同国家的新朋友 而且这家主人很热情 令人感觉非常愉快 阿若尼夫妇的苦心经营 慢慢获得回报 仅仅三年时间 这家以社交为目的的餐馆 摇身变成一个 拥有超过四千名会员的社交场所 吃饭社交两无物 在意大利形成了一股趋势 看准商机 兰诺创办了一个网站 上面有两千多家 不同单位的家庭餐馆 供食客挑选 这些餐馆分布在意大利 二百七十九座城市 主要集中在罗马 威尼斯 佛罗伦萨等旅游热门地点 莱诺说 人们既希望少花钱 又可以同时交到朋友 于是家庭餐馆火了起来 网站的点击率也增加了 网站依据每一笔交易 向餐馆征收百分之十二的佣金 但可不是任何餐馆 都能够随随便便在网上登记 网站会派人到要求登记的家庭餐馆 品尝食物的味道和评估环境之后 才决定是否让餐馆登上网站 古人说食不言寝不语 在这里似乎是不太用得上了 现代人步履匆匆 就连学校也鼓励家长 在用餐的时间多和孩子沟通 看来边吃饭边聊天 还真的是促进感情呢 那稍后回来 我们还要继续沉浸在 惊喜活庆的热闹气氛里 一家航空公司将50名国人的肖像 化为独具特色的贴纸 为飞机换上新的外衣 待会我们就去看看 飞机是怎样换衣服的 欢迎再次回到世界一周 cosplay 角色扮演 是动漫玩家们的最爱 他们会花很多的心思 把自己打扮成各种动漫人物 而且模仿得唯要唯笑 在一些人眼里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爱好 浪费时间和金钱 许多家长也认为 这会令孩子脱离现实 造成不良的影响 还反对他们参加这样的活动 但本地有一名妈妈 却是和儿子一起玩角色扮演 还成了圈中的典范 穿着奇装衣服 发色鲜明夸张的年轻男女 还有这些戴着面具 身穿铠甲的战士 各色动漫形象栩栩如生 有如从动画片和电影中 走出来的人物 全场最吸引眼球和赏光灯的 可以说是这群金刚战士 还有他们的敌人 幽敏女王 知名女王在本地的 Cosplay 角色扮演圈子里 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 大家都叫她Auntie Shelley Auntie Shelley 蔡金莲 今年68岁 是本地角色扮演圈子里 年龄最大的玩家 她是在2001年 因为儿子的缘故 认识了角色扮演这个活动 一直到4年前 她才正式加入 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 甚至还为一些角色扮演比赛 担任评选 早早我的儿子去做Cosplay 我就跟他去 跟他做那个衣服 每次他去我就跟着去 因为他很小 我也不放心 等次去了很多次 跟他做衣服很多次 就到2011年 我就跟他讲 妈妈想做 他说没有这么老的人做 妈妈你看 通通年轻的 等下说没有关系 人家不会笑的 当时角色扮演活动 Cosfest的总监 就为他挑选了一个角色 饰演的是日本动漫 JoJo的奇妙冒险中的祖母艾琳娜 蔡金莲记得 当时她获得了全场的欢迎 令她非常有薪金 继续追求自己的兴趣 现在她是角色扮演活动的常客 参加过10多20个本地和区域的活动 饰演过的角色约10个 包括童话故事 灰姑娘中的仙女校母 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 红星女王 日本电玩街头霸王中的春丽 美国超级英雄电影系列 X战警中的暴风女神 还有漫画人物 女超人 蔡金莲其实对卡通和动漫一窍不通 饰演的角色都是儿子为她挑选的 之后她就根据图片 自己缝制服装和道具 还有化妆 一套角色扮演的服装 要是向商家购买或租用 可能需要几百块 但蔡金莲自己缝制 就只要几十块钱 开始玩角色扮演后 她还学习设立Facebook网页 上载她在活动上的照片 同时也提醒人们 角色扮演不受年龄限制 现在关注她Facebook的人 有超过3300个 蔡金莲认为自己的参与 改变了一些家长 对角色扮演的看法 也鼓励那些喜欢角色扮演的人 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兴趣 Cosplay以前可能 大家认为是年轻人的东西 但是她的加入 就改了Cosplay的形象 很多的孩子的爸爸妈妈 早早他们不喜欢她儿子做 她以为是一个坏东西 去做坏 但是她跟她讲 爸爸妈妈你看这个Auntie Anshirley这么老也做 哪里有坏 然后他们就来跟我做朋友 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就给她儿子做了 是一个Hobby来的 这样她的爸爸妈妈就很赞成了 他们要做刀要做什么 她爸爸也跟他们一起做 对于年轻的一代 蔡金莲的勇于尝试 也成了一种挤发 她是一个榜样 因为她已经算是高龄 热灵人士 而且还Cosplay角色扮演 所以我觉得 对很多人是种启发 特别是热灵人士 因为她以一个热灵人士讲 我可以做这些 我可以追上新潮 我可以角色扮演 我什么都可以 也启发我们年轻人 我们应该以她为榜样 做我们自己喜欢的梦想 或做自己喜欢的事 人因为梦想而伟大 看过了Ante Shirley 蔡金莲的故事 你是否也得到了启发 或是想起了在生命当中 曾经启发过你的人呢 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 有航空公司早前就举行了比赛 邀请人们 一名他们的行业 或是生活中的一名典范 故事最杰出 最令人感动的50名新加坡人 他们的肖像 就会印上飞机机身 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而蔡金莲就是其中一名 获得提名的果人 航空公司是在三个月前通过网络 邀请大家提名那些 在各自生活圈子里 有独特正面贡献的新加坡人 获提名的有 克服生活挑战的单亲妈妈 从穷极翻身的前破产人士 建国时期的第一代国防军官 以及全国年纪最大的 角色扮演爱好者等等 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 激励人性的故事 我们收到的提名有大概上百封 那其中当然有几个例子 是甚至令我们 就是评判员都深受感动的 几个例子来说 我们选择安提舍里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他不论他年龄 还能够继续地去追求 追求自己的喜好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值得表扬的 公司团队最后挑选出了 25位居住在国内的国人 以及25位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 除了在飞机上 印上他们的肖像 深居海外的新加坡人 也在航空公司的安排下回国 和国家一起庆祝50岁生日 其中有一位就是林燕 林甘小姐 那她也就是在两年前 决定放弃了 在新加坡安逸生活的 一位年轻女孩 然后选择买了一个单程机票 到柬埔寨去 成立了一个简单的民宿 她在那里建立民宿的 那个主要目的 是为当地贫苦家庭 贫苦柬埔寨年轻人 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 我们觉得她身为新加坡人 她不单只是想到 想到自己 自己的那个安逸的生活 那她也能够想到 就是周边国家 有许多不幸的年轻人 和不幸的家庭 能够自己做出一点贡献 在飞机上粘上贴纸 不算特别 但是把真人的肖像 贴在飞机上 则可以说是投一招 一起来看看 这架传递正能量的飞机 整个上装的过程 设计飞机贴纸的第一步 昌画家在飞机的模型图上 画出了基本的设计概念 显示设计在机身上的模样 贴纸是为庆祝新加坡建国 50周年耳朵 昌画家认为 以黄利鸟为造型非常贴切 黄勒鸟在选择颜色时 依照自己一贯的创作风格 为黄利鸟踩上了鲜艳夺目的颜色 但由于这次人们只能从远处欣赏他的画作 所以他必须省略细节 以简单鲜明的形状和线条 点缀黄利鸟的身体部位 完成了整体设计 就要动笔勾画这次的画作主角 也就是航空公司所挑选出来的平民英雄 黄勒鸟必须按照他们的照片来作画 而挑战就在于 如何把这50张风格不一的肖像 画为一体 有必须有一个颜色的颜色 也有一个一种颜色 来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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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设计 我们必须学习的 角色性的脸 例如髻型的髻型 如何看起来 我们必须做的照片 我们必须做的照片 有些时候要有作用 可能髻型也需要刷一会儿 让它进行设计 或者改变一些 的特别的肖像 在照片上的特别 完成了50个肖像后 就要把它们逐个摆设到 黄利鸟的身上 一般来说 作品这样就算完成了 但这次却有所不同 当我们开始在设计 从我的背景 这次却有另一个肖像 但这次却有没有 因为这次却有机会 有机会设计 在我们的工程中 提出特别的窗户 不能够遮住 然后有几个工程 它给我们一个 某个位置的工作 我们可以使用 约颜色的船飞 其实很重要 我还没有知道 然后有几个光颜色 也很接近 在哪个设设计 整个贴纸设计约22米长 设计图来到了印刷厂 员工就必须先把它分割成约20片 再一片一片地打印出来 据印刷公司说 张贴在飞机上的贴纸 都必须经过民航局证时 不会对飞机带来风险才能使用 你会发现到那些笔记 这个笔记有一个小粒小粒的洞在上面 真是很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那个笔记在上面 我们需要那个那些 air bubble要出来 不然的话如果它没有地方跑出来 它的笔记就会开始披露 在飞机库把贴纸粘上前 必须先清理飞机表面 避免灰尘或杀力影响贴纸效果 之后用胶带先把每条贴纸 按顺序粘在机身 把设计拼凑出来 确保图形正确后 才正式把贴纸粘上 由于设计上有很多人的肖像 原点花纹等 因此工人在粘贴纸时 必须确保边缘的纹路 对上旁边的贴纸 设计和肖像才不会变形走样 另外贴纸盖过门窗的部位 则必须切除 由于飞机的重量 会影响他所需使用的汽油 所以飞机贴纸也会比巴士贴纸 来得轻和薄 但这也表示工人在张贴时 必须格外小心 每名员工都必须经过贴纸 供应商的培训以及民航局的审核 每片贴纸需要30到45分钟来贴 要完成这架飞机左右两面的贴纸 工人需要约三天的时间 公司也说 要是贴纸在飞行时脱落 飞入了引擎 贴纸会碎裂 但不会对飞行安全造成威胁 带着国人的骄傲和希望 一起升上天空 和大家一起庆祝新加坡金喜年 这一趟旅程充满着正能量 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也来到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核